整个防疫工作不能够松懈 为了方便民众加强居家消毒清洁 简单乡公所持续提供免费的次律酸纳水 并且增加了取水的据点 方便民众开车或者是骑机车可以前往邻居 乡长游淑珍表示 公共区域乡公所清洁队会持续进行消毒 不过室内居家部分就要靠乡亲自己来完成了 也付证乡亲落实防疫措施共度抗疫时期 为了让乡亲友足够的居家清洁消毒用品 简单乡公所和中华纸箱合作 5月下旬在华昏市场前的浩克广场 免费提供次律酸纳水 但是因为疫情持续扩散 华联地区也出现了确诊病例 简单乡公所的次律酸纳水供应不停止 并且增加了领取点让民众更方便 坚守防疫跟企业协力一起到我们各村 来作为一个次律酸纳水的发放 而且这一次我们走入了各个村 选择动线甚至于停车骑摩托车 都方便的地方 让大家可以拿着水桶来取完回去做消毒的工作 而且我们也延长了所有次律酸纳水发放的日期 希望每一天都有地方可以拿回这个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次律酸纳水 可以来进行加户的消毒 甚至于我们市场的摊商来作为使用 以及公共的这个设施设备也可以来做执行 一直到6月14号为止 我们发放的脚步都不会停 那请注意我们捷衣乡公所的这个公布的网站 随时都可以有次律酸纳水来提供给我们的乡亲 一起来消毒 一起来守护我们家户的平安 跟我们生活适性的这样的一个防疫工作 捷衣乡可以领取次律酸纳水地点是 6月7号到6月11号 下午3点到6点在南昌停车场 6月7号到6月11号上午9点到12点是在庆丰的浩克艺术村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在适合的时间地点 拿着不透光的容器前往领取 但记得一样要戴好口罩 排队的时候也要保持安全距离 乡长游淑珍表示 公共区域交给乡公所清洁队来持续进行清销 而室内居家部分就要靠所有乡亲一起来防护 请大家落实防疫措施 共同度过疫情难关 捷衣旅会军相报道